第二十集 她又想起来孟英 本打算给她回个短信 一看天还没大亮 如果她丈夫看到了 很容易反感 这女人也是 说是结婚了 却不愿意让程可为认识自己的那一半 有时候问起来 也是语焉不详 似乎不情愿往身里谈 她一心想要个孩子 不知道现在当上妈妈没有 索性睡不着 程可为打开床头灯 又看了一些材料 然后起床收拾完毕 到餐厅简单吃了一些饭 打电话找到丁中阳 叫他陪自己去听涛院工地转一转 这一阵忙得要命 程可为没能抽出时间 听取关于听涛院八号楼事故的 最终结果汇报 但是昨天遇到了新情况 昨天下班回到宾馆 看到门前马路上聚了一些人 车子刚要进门 只见一个满身沉色 头发花白的博足老汉扑过来 拦着汽车不让走 宾馆保安正要对老汉动粗 程可为下车喝止他 俯身将老汉扶起来 老汉说他要找今天大老爷 程可为亲切地说自己是市委书记 有什么事情尽管可以说 原来这老汉是听涛院小区的原住户 余业户口 全家住着五间老宅 政府发告示搞土地开发的时候 答应在小区边缘给洞签户每家提供一套 不低于原面积的小产权房 而且还要按失去土地面积大小 适当地安置子女就业 不料施工开始后 开发商腾敖集团变了挂 说是政府要在这一带建设高档商品房 原来说好回钱房每平米只要800块 而且政府还给补贴 变成商品房后每平米均价达到4800块 全部要由购房人负担 这是那些世代靠打鱼为生的鱼户们 所无法答应的 于是开发商便要对这部分住户进行移签 说既然你们买不起商品房 那就在山里找过地方给你们另建一居房 老汉和十几户不肯签字的人家 坚决不同意签走 腾敖集团下边的和谐办 就派人三天两头过去威胁骚扰 逼得他们实在是没法过消停日子 这才跑到市里来讨说法 这个情况 程可为倒是头一次知道 到任第一天 他就去了厅涛院现场 当时还为工程的恢弘气势而高兴 认为新的市政府挺有气魄 开张衣食就是一个大手臂 如此大规模高标准的名声工程项目 足以给全社经济振兴带个好头 也可以提成干部群众的信心士气 谁知道这儿还有这些猫腻 丁中阳来了 程可为原打算带上国土局 规划办 城建局等部门的有关人员 想想还是先去看看再说 于是和丁中阳坐车来到了厅涛院工地 厅涛院临山滨海 是一块丘陵地 适合开发商品房 工程立项 民意是为了解决市民人均居住面积 远低于周边城市的历史欠账 所以当初办理土地出让手续时 无论是容积率 实用率 还是氯化率 市政府都是按安居住宅标准招标的 安居住宅属于连租房性质 对开发商来说有水不大 但这块地皮位置极佳 所以几家有实力的房地产公司 还是对它虎视眈眈 业内公开的潜规则是 拿到地皮再做手脚 比如容积率 直接涉及居住的舒适度 一个良好的居住小区 国家规定高层住宅容积率 不应该超过五 多层住宅不超过三 这是指的金融积率 而通常情况下 毛容积率要比金融积率 低百分之五十左右 这两个指标都是合法的 于是一些开发商 就钻法律的空子 将金融积率 换算成了毛容积率来宣传 购房人弄不明白其中的奥妙 还以为这个小区的容积率 真的很低 入住后发现 上当已经来不及了 这种情况相当普遍 由于容积率决定 地价成本在房屋价格中的比例 决定被开发土地的含金量 容积率越高 开发商的利润就越大 于是许多开发商拿到地皮之后 就通过暗箱操作 串通主管部门 或者有权力的官员 私下突破规划红线 变更容积率标准 而且还会将国家规定的 30%以上氯化率尽量压缩 以扩大自己的盈利空间 不过 亭涛院存在的问题 恰恰相反 规定是安居房 滕傲集团抢到这块肥肉之后 却在这块地皮上 打起了建豪宅的主意 几栋高层住宅 是按上头批的标准施工 包括倒塌的八号楼 目的是应付检查验收 蒙混过关 而二期三期工程预留的地块 却是整个小区里 地理位置和环境景观最好的 于先敖打算 在设限城全市品质最高 风格最超前 能领导现代建筑时尚的 连体或者独体别墅群 他把容积率压得很低 房价却定得很高 表面上看建筑面积减少 绿换面积扩大 但实际上利润率却是大大提高了 投身伤害几十年 于先敖从来不曾做过赔本的买卖 乘客为何丁中阳 在圆八号楼的遗址出下了车 这儿和一个多月前的场景 已经大不一样了 倒塌的楼体被爆破拆除 新的机坑清理得干干净净 四周用工程专用围板遮蔽着 由于是节日 工地上没有人干活 几台塔吊寂寞地处理在那儿 多少有些撂桥的北风从海面刮来 令人感到一丝寒意 乘客为注意到工地围板上全是大海风风投字样的广告 他记得江大明在汇报他楼事故时提到过 听涛院项目的投资方便有这家投资公司 这个大海风和腾凹集团是什么关系 乘客为问丁中阳 市委这边 他责任丁中阳参与匡兵领导的调查小组工作 是一家有俄罗斯背景的风险投资公司 中方经理是本地人 不过我还没见过这位经理 丁中阳介绍道 听涛院工程投资总额是有天文说字 腾澳集团可能觉得独立承担有些困难 于是大海风作为投资方介入了项目的开发 从调查情况看 目前没有发现有什么疑点 他楼事故主要责任还是在施工坊 乘客为边沉思边和丁中阳往二期的工程工地走 转过了一面山坡 发现那儿倒是在热火朝天紧张的施工 不过一眼看得出来 建的都是小别墅楼 二期工地规划比一期要好得多 虽然尚未完工 但雏形已现 坡形绿地 山间涌路 历轻车道 健身场地 人工湖区 微型森林 各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山坡上星星散散地 分布着三十余栋单体别墅 每栋别墅都拥有近千平方米的私家花园 别墅群的后面是十余牌连体富士住宅 无论大小建筑 每一栋的风格都不一样 置身其间 的确令人有耳目一心的感觉 乘客为逐块景观牌前驻足细看 发现规划中 还有一座东正教教堂的图样 他走到即将完工的一座别墅前 工人们望望他 没有人说话 地面四层 还有地下车库 带有巴洛克建筑情志 想象得到 完工后会相当漂亮 乘客为姑母 这座小楼的面积 不会小于四百平方米 按小区外的广告价格 每平方米八千块计算 总体要在三百二十万左右 一个星际限发达的宾州市 能有人买得起吗 乘客为轻轻摇了摇头 退回来和丁中央一道 转往山坡的后面 冬日的太阳升起来很高了 远远望去 坡后山坡里 凌落分布着十余户老旧的农房 四处的树木庄稼都被砍伐 清理干净 已经迁走的住户也完全拆疤 土地平整和机槽开挖 都进行得差不多了 因此这十余户人家 就显得很刺眼 乘客为推测 昨天的博足老汉 大概就住在这儿 他信不往离得最近的 一户老宅子走去 果然是那个老汉的家 老汉跛着脚正出门为羁押 抬头看见了程可为 吃了一惊 慌忙放下手里的石盆 手蒙脚乱的连声说 程 程书记啊 你 你这是 你这是大领导 大过年的 来我这儿 破房子里 这 这 程可为笑着拉过他的手 说没有什么大事 就是过来给老人家拜个年 老汉回身 喊出儿子儿媳 拉着程可为两个人 往屋里走 老汉的儿子 长得魁梧彪悍 是个渔民 冬天不出海 就窝在家里 而媳妇带着一个 七八岁的小女孩 怀里还抱着一个吃奶娃 一家人可能从来没见过 这么大的官 都是有些手足无措的样子 坐在炕檐上 程可为和丁中阳 仔细听着一家人 介绍拆迁的事情 心里对事件过程 就更有谱了 老汉儿子气愤地说 自己是在海边打鱼的 几个养船的哥们 都住在这海边 迁移到山里 不光生活不方便 而且出海 也要多跑不少路 何况 本来盼着小区建成后 一家人能吃上商品粮 谁知政府变卦不说 反倒把人往山里赶 哪有这个道理 从老汉家出来 程可为一直沉默着 他意识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这么大一片开发面积 土地用向调整和设计变更 绝非腾敖集团自己就能做到 只有政府部门才有这个权利 而政府部门的权利 说到家 还得匡兵点头 可是 匡兵从来不曾向自己介绍过这个情况 想想最初还为这样一个大工程而高兴 现在看 如果处置不当 很可能又要像外贸公司改制那样 引起动荡 那可就不好向省委交代了 正在这时候 丁中阳的手机响了 接听之后 他向程可为报告说 市委值班室接到省里通知 明天向省长要来检查工作 和丁中阳分手后 程可为想起早晨蓝梦英发的那条短信 于是给他回了一个电话 响了一阵 蓝梦英才接听 电话里很嘈杂 还有一群孩子叽叽喳喳的声音 蓝梦英的声音很轻松 一点没有拘束地说 他正在视少年宫 和一群爱情妈妈在一起 程书记如果有兴致 是不是能在百忙当中 亲自光临看一看 程可为不知道他搞的是什么名堂 但却被他的欢快情绪所感染 想想正好没有什么事情 于是吩咐司机 把自己送到了视少年宫 视少年宫 被团室委和视清廉的院子里 是一座老式的红楼 一个很大的排练室里 十多个一两岁到四五岁不等的孩子 正吵着闹着抢夺玩具 蓝梦英见程可为道了 笑音音地迎上来 这一个多月来 程可为还是头一次看到 他这么开心 不由得令他错以为 又回到几年前 两人在一起打交道的那段日子里 他把一个珠颜玉润的年轻女孩 介绍给程可为 说她叫婷婷 是负责照管这群孩子的义工 意外的是 程可为见到隐七七也在场 他腼腆地说自己是给烟雨亭帮忙的 那边的窗下还站着好多年轻女人 听说来人是市委书记 都显得有些拘谨 程可为和蔼地向他们点头致意 蓝梦英介绍说 这些孩子都是孤儿或者弃婴 被乡下一位老八路收养着 婷婷放弃了自己的白领工作 自愿帮助老八路照料这些孩子 听说这件事后 她在报上做了报道 这几位年轻妈妈 就主动提出了任养这些孩子 周末或者节假日 把他们领回家 过一过家庭生活 对的就是 让他们体验一下家的温暖 帮助他们一点点融入社会 很好嘛 这样的慈善举动 应该大力提倡 你们的好心 热心 善心 应该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承认 也应该得到回报 程可维对那些爱心妈妈们说 过后 我会和民阵部门打打招呼 给你们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支持 这种事 要鼓励社会各界 和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一旁的燕雨亭激动的小脸飞红 没料得程可维扭头看着她 特地夸奖道 能像你这样放着大城市的舒适工作不要 心甘情愿到农村当志愿者 非常了不起啊 孟英啊 你们报纸应该大力宣传这样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迹啊 不一会儿 爱心妈妈分别把十多个孩子领走了 燕雨亭和他们约好 后天傍晚回到这儿相聚 届时 琪琪会找车送他们回金口村 几人往外走的时候 燕雨亭说 要到新华书店买些儿童护理方面的书籍 让尹七七陪自己去 尹七七告诉她说 舅舅过生日 自己得赶回去 先把你送到书店吧 说着发动了保时劫车 看程可维和蓝梦英边走边聊 很亲热的样子 她心里打了一个问号 因为早晨一打照面 她就感觉 这个漂亮记者 很像那天晚上 在宾馆看到的 和记住人在一起的那个女人 但那天她围的是一条围巾 而今天却是戴着一顶帽子 莱梦英坐进了程可维的车里 程可维建议到海边转一转 莱梦英摇头说 我一大早就出来了 连早饭都没吃上呢 现在已经中午了 你这大书记 就不能请我吃一顿呀 好歹我是替宾州市做宣传呢 全当是未劳了 未劳倒是应当的 那你选地方吧 酒吧走廊新开了一家上岛咖啡 很有格调 老板是台湾来的 昨天我还去采访了呢 不然咱们去那坐一坐 蓝梦英建议 程可维略以迟疑 作为仪式首脑 出入那样的地方似乎不妥 但是想想不过是喝一杯咖啡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于是答应了 司机见他没有反对 于是启动了汽车 程可维侧过脸 打亮着蓝梦英 他穿了一件 款式活泼的紫色紧腰中缕 井上松松地围着一条雪白的司机 领口别着一枚黄沾沾的卡通码头雄花 那是他的属相 不管换上什么衣服 他都要戴着的 与往日不同的是 长发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顶软颜的格尼帽 受伤后包扎头部剪掉的长发 还没有长起来 这顶女帽倒令他别添了情质 胆轻一般细腻的面颊 还是那样红润 不像在医院那天那样的苍白 看来他恢复得不错 这顶红颜的格尼帽 还是那样红颜的格尼帽 那样红颜的格尼帽 这顶红颜的格尼帽 您的格尼帽